哇 哇 哇 五花做什么药啊 脆皮五花 烤啊 太棒了 哇 家似们 我又回来了 今天 呃 又买了十多斤五花肉 呃 脆皮五花 因为上两天有个粉粉丝告诉我 想看我做脆皮五花 也想看我尝尝 今天满足他 搞了一点五花肉 走你 五花肉放在盆中 五花肉啊 咱们 把烧过的这个地方 烫一下 嗯 加入 味精 盐 鸡精 十三姜 这个可以多来一点 味精鲜 烤油 胡椒粉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给它腌制一会儿 这小味儿挠着一下就上来了 哎呀还忘了事儿 也别切了 再加点葱 再来一点料酒 那怎么不吃料酒 啊尿酒 再加一点尿酒 徐星三天克走了一天克 没浆了 哎 好了 刷拌均匀了 然后咱们腌制上它二十分钟 嗯 现在呢咱们去把炭点 走 烧炭 来 咱们现在把五花肉啊 呃挂上 把烧好的炭 咱们直接倒入到炭盆里 哇 咱们再去上一点 这样它 续航时间还长 多加一段炭 走 走 把炭啊 放到这个炉子里 让它 先给里边预热 好了 哇 已经很烫了 咱们现在把五花肉 呃 放到里边 哇塞 哇 家伙们 这个东西啊 咱们这个炉子有个弊端 它下边啊 下边这块挨着火比较近 然后现在已经烤好了 上面这骨肉呢 挨着火它比较比较远 所以说烤 烤不了那么好 但是你听这个动静 你听下边这骨肉 这动静 但是你现在听上边这个 上面现在还差点火火 咱们呢 先把下边这骨肉切开点 哇塞 哇塞 你看 一切一刀油 哎 这有料 好好好 你去这块 我尝尝这块 哇塞 哇塞 我尝一块 香了 哎 哎 哇 太脆 太舒爽了 哎 哎 带你尝我 我来对一下子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 你尝尝你尝尝 挺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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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个 哦哦 老香啊 我也吃 嗯 一会儿一会儿我再 我再干嘛 咱把剩下那骨啊 再放低点 再接着烤 嗯 然后咱把那几根 剩下的下边的一股肉 全给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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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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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们 我是真不敢吃这个东西啊 但是我刚才已经尝了一块了 嗯 我还想再尝一块 说实话今天弄的这个 不太成功 哇塞 哇塞 就没成功过 我做这个脆皮五花 哎呦 我真不太敢吃 就糊了这块 这是瘦的 哇塞 我吃一口 哇 哇 哇 还是没没没烤 没烤那么好 如果要是烤得特别好了以后 也没那么多油 家伙们 咱们烤了将近两个小时 哎 味道蘸着料一点毛病没有 待会儿可以看 你看这个了吧 虽然就是说模样不太好了 但是它已经把所有的油脂都烤出来了 就是 很酥 因为它离 它离 这个下边的火太溅了 它现在基本上已经 有点炭化的感觉了 咱这是买了一百 一百六十块钱的肉 是吧 一百六十块钱的肉 一百六十块钱出了九条 但是咱这个 你不能 其实也不能那么说 那咱这个条还大点 好的家伙们 总的来说 还是 也算成功吧 然后 我们现在 虽然今天没做好 最近一年多不做饭了 这厨艺确实是不大行 但是就是说经常做饭那会儿 这个脆皮五花我也没做好 所以说家伙们 这个东西 轻易不要常吃 挺糟蹋东西 那没 那剩下这嘴怎么办 那哪天不行 再炖炖它吧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你们支持 拜拜 哎呀我是真 其实我挺要吃 但是我真不敢吃 这个东西真是太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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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补一股 好像跟天热没什么关系 今天我准备了块羊排 非常棒棒的一块羊排 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豪门羊肉 豪门羊排 准确的说是 咱们先准备一块羊排 把羊排啊 改下刀 改成小段 羊排冷水下锅 咱们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料酒 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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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ம 你煎火了 这我们二天搞你 我怕啊 老子有点不恰当的行为 也就你 干煸一下吧 干蒸,蒸个三五分钟就行了 咱把羊排啊,倒入干净水里,给清洗一下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花椒 爆一下香 炒出香味以后,下入羊排 羊肉炒至微微变色以后啊 加入甜面酱 味鸡鲜 焯熟 翻炒均匀以后,加入几块冰糖 然后咱们不用加水 加入一罐啤酒 最后,淋点老抽,咱们上一下色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上五十分钟 我提前啊,把生蚝啊,堵了一下 然后咱们把它取出来 起锅,点火,烧油 一点油 一点油就可以了 咱把锅润一下 油热以后啊,咱把生蚝啊,煎一下 咱把生蚝啊,煎至两面金黄 咱把煎好的生蚝啊,放入到羊排当中 盖上盖 盖上盖 焖上五分钟 老亲们,咱们关火出锅 哇塞,非常棒 然后咱们把它盛出来 哇,老天们 在炖的时候啊,就已经飘香四溢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我得赶紧尝一块儿 这羊排 来块儿肥一点呗 看,老天们看 还带一块儿小肥肉 我给你们尝一口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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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尝一口汤,哇塞 都非常得啊 这小羊肉,没劲 嗯 你看 nice 嗯 爽 敬老天们 哇,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 嗯 吃了半天羊排了 咱们尝一尝这个生蚝 哇,这个生蚝是真的鲜呐 我现在才深刻的理会到这个鲜字 为什么是鱼羊 这个鱼啊 是代表的海鲜 我感觉 这羊肉跟海鲜配在一块儿真是 味道真是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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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黄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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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额 怎么说呢 否则好吃 老铁门 真的好吃 猛着了 好了 今天是明星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转发我评论关注 再见 哇 哇塞 人家想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子 今天可算买了点好东西 看 打猪肝 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咸水猪肝吃 那么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把猪肝改开兜 把猪肝上面这种白色的东西 咱们给它去掉 咱们再改一下刀 把改好刀的猪肝咱们用精水清洗一下 然后挤一挤 把里边的血水挤出来 这样出发就不那么腥了 咱们准备一锅水 下入猪肝 加入葱 姜 白酒 点火 焯好水以后 咱们捞出清洗一下 还挺漂亮的 像个大树叶似的 你看 把这盒猪肝看 吃吃 锅中下入椒 葱 八角 桂皮 香叶 辣椒 再来上几身花椒 再把猪肝放里边 然后点火 好了 点成火一火 咱们煮上二十分钟 咱们把猪肝捞出来 放到冰块上震一下 煮好以后 我又在汤里边泡了十分钟 让它更加入味 然后咱们拿冰震一下 下面咱们调料汁 加入蒜米 味极鲜 香醋 蚝油 香油 香油 白糖 盐 鸡精 然后搅拌均匀 哇塞 这么热的天 咱们喝瓶啤酒 哇 爽 哎呀 冷静 尝尝 咱们的节奏 看看小猪肝 特别哇塞 哇塞 嗯 真的好吃 哇塞 老亲们 真的 做咸水猪肝 其实按说里边应该放点盐 但是我没有放 咱们靠这个 完全靠这个料汁 再给这个猪肝提味 为什么我没有放盐 如果你放盐多了的话 这个猪肝表面非常非常咸 里边还是没什么滋味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炖的先特别长 炖的先长了以后 里边一搂了 你嚼不动就你 所以说 我今天相当于是卤了个猪肝 也不算咸水猪肝 最nice的就是咱们调这个小蘸料 有个网友们说的是 蘸鞋垫都好吃 确实是非常棒 嗯 来喝一口 镜刀铁啊 哇 实在太凉了 其实吃点肝挺好的 还明目 我今天吃的非常过瘾 谢谢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小伙计 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哎呀 就是这样 再见再见吧 里边 肯定特香 还要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来里边 人有胖不动 想吃什么我吃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来里边 准备点葱姜 先把去腥三千克弄好 今天 哇 咱们的充足气 肘子 呃 带着猪脚的肘子今天 呃 老板呢 给咱们分开了 呃 肘子 还有猪脚 现在也烧过了 咱们简单清洗一下 直接给它焯水就可以了 废话不得说 清洗一下 咱们给咱们烧了 咱们简单的用 用这个钢子球刷一下就行了 烧的去黑 你看 师哥 嗯? 你这么东西烧去 咱们焯点水 先来烧啊 嗯 好嘞 你还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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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七成三千克 好嘞 冷中水一下锅 两个段梯子 七成三千克 吊酒 赶紧胡子别玩了 趁这会儿你还玩游戏 赶紧准备配料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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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 你先把它焯上来 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一会儿呢 我给它抹点酱油 咱不过油炸的 抹一下酱油去吧 那还不炒糖色呢 炒糖色 好了 那咱们吃锅 我炖一会儿 我吃就让不了 我烧就冲一下 碗中倒入红烧酱汁 把猪脚啊 均匀地抹上酱汁 肘子也是如此 均匀地抹上酱汁 冲满均匀以后啊 咱们啊 给它晾干 起锅 烧油 烧油 油热后下入冰糖 把这炒糖色 放入锅中 含了就好 我炒好在糖色换着锅一锅当中 还有谁来了 还有谁来了 好了好了 够吧 够了 上个顿 蒸汤 八角 桂皮 香叶 干辣椒 鸡精 盐 点盖 挺好的 上次做点四十分了 嗯 不行 我没睡觉好 我睡会儿 又睡觉了 你这行喽 现在已经好了 咱们开始 把气了 气放完了也 你这好 做之前睡一觉 做好了就行了 有福 放过关键 开架 开架 我不放过后面有壁子 慢喽 热热 怕掉我一身 哦 你不说给我挡着 你自己给自己挡着 你这家伙太不够哥们的意思了 哎呀 好长时间没跟老先生们喝点的 今天这么硬的菜 必须得陪老先生们弄点 来吧 先敬老先生们 谢谢老先生们的支持 哇 嗯 太酸了 哇 很烫 哇 我这边看着喝肉 哇 很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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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天们 太香了这个大种子 已经倒完了 不行 我就弄个猪蹄 猪蹄看上去 谁有食欲 这皮一吸就到嘴了 已经炖的非常软糯了 很厉害 很厉害 好 很厉害 谢谢 很厉害 很厉害 太感了 很厉害 很厉害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上评论关注哦 再见